国家核安全局证实台山核电厂1号机组 有反应堆内部的冷却剂、放射性水平上升 与燃料棒包含破损有关 但并非放射性泄漏事故 国家核安全局说 在台山核电厂1号机组运行过程中 监测到反应堆内部的一回路冷却剂 放射性水平上升 主要是与燃料棒破损有关 当局说1号机组堆深 有6万多支燃料棒 推算大约有5支燃料棒包含破损 占总比例少过0.01% 远低于可以承受的最大破损比例 强调核电机组运行过程中 出现少量的燃料棒破损难以避免 又说一回路在反应堆内部 只要反应堆的冷却剂系统 压力边界和安全客密封性足够 就不存在泄漏问题 而目前侦测到的放射性比活度 仍然在规定范围内 强调台山核电厂运作安全有保障 而核电厂周边辐射环境水平 未见以上 没有任何洩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